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今天我们除了会讲到Next Air Energy以外呢 我们也会来更新一下Unity的最新情况 因为公司在上周五时 关心了对新收费模式进行了大更改 而在这次更改后 网上的舆论也开始转向了 共分也逐渐平息了 可以说这次更改里呢 有很多我们上次视频里讲到过想要看到的调整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Unity对新收费模式都具体进行了哪些更改 这些更改对未来的EPS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下午的个人看法 Q3财报的展望 和我对Unity的最新交易计划 此外这周三NEE和NEP都跌了很多 特别是NEP暴跌了有20% 而第二天NEE继续跌了4.8% NEP更是继续大跌了18.6% 虽然NEE跌的没有NEP的那么多 但是对于XLUnity的最大持仓的 电力和新能源公司NEE来说 两天总共跌去13%的情况是很罕见的 因此今天我们也会来讲讲 它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否需要调整NEE的建仓计划 以及这对其他传统股和公用事业股票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 好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从NEE开始讲起 NXL Energy也就是NEE 作为最大的电力和新能源公司 旗下有两大业务 第一个是FPL佛州电力公司 另一个是新能源业务 而NEP其实就是NEE的子公司 它们专门负责新能源业务 所以这两天 NEP的股价跌幅比NEE的高出20多个百分点 甚至因为问题出在新能源业务上 首先我们都知道 在上周时 每年储提高了未来几年的利率预期 相当的硬派 大盘也因此持续地回调了很多天 但上调利率预期的影响不止于此 而是为进一步地影响到 资本结构依赖于债务的行业和公司 这其中就包括了新能源公司NEP 也就是在周三时 NEP下调了它们2023年到2026年的股息增长指引 从之前7月份预估的股息年均增长12%到15% 下调到了现在的5%到8% 这下调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为此CEO给初解释说 更为严格的货币政策和更高的利率 让我们难以实现12%的股息增长 在这种高利率的环境下 这派息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Next Air将对其现金池更为谨慎的态度 换句话就是 NEP现在认为 未来几年的利率预期比之前预估的更高了 导致它们不得不下调股息增长预期 除了股息增长指引被削减了以外 NEP也下调了2023年Adjusted EBITDA和可分配的现金指引 Adjusted EBITDA预期下调了13% 可分配的现金预期下调了4.9% 之所以高利率的环境和利率预期的提升 对它们的业绩影响这么大 是因为它们主要是靠借贷来扩张基础建设的 尤其是新能源含义还处在比较早期的扩张阶段 而当借贷融资成本上升时 建设扩展就会翻缓 盈利和股息增长自然就会跟着翻缓 因此利率和融资成本预期的上升 对它们业绩指引的影响是不小的 毕竟2024年的利率预期 从4.6%提升到了5.1% 2025年和2026年的预期也同样提升了 而且随着利率预期的上涨 分红股本身的吸引力在短期内也没那么诱人了 整个XLU 也就是N11所处在的公用事业板块 在这段时间也同样下跌了很多 好在NEP的新能源业务只是N11的一部分 N11还有佛州电力公司FPL来支撑企业级 因此它们的股价跌幅就没有NEP那么大了 这也是我个人喜欢N11多过NEP的原因 而且NEP虽然下调了指引 但N11继续维持着未来三年每年增长6%到8%的EPS指引 并依旧说如果它们达不到8%的增长率会很失望 这EPS预期和7月份时是一样的 除此以外 N11的股息增长10%的指引也没有改变 所以这次问题更多是NEP方面的 不过 周三Next Air Energy也宣布它们将以9.23亿美元 出售Florida City Gas 佛州城市天然气公司给切萨皮克企业公司 而佛州天然气公司里也包含了1.45亿的公司内部债务 但要注意的是 它们卖的这FCG并不是FPL 这两家是不同的公司 之所以Next Air Energy出售了它们的FCG业务 是因为它们想拿这笔钱 投入进它们未来看好的核心业务 也就是新能源业务 只是这么做会让它们变得更像一家新能源公司了 而像传统电力和能源的部分减少了 但Next Air Energy本身的目标就是要向新能源发展 毕竟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太阳能和风能等再生能源才是它们未来长期的增长点 也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终极目标 所以它们输出了FCG 并转而投向新能源的这个策略并不出奇 不过很明显 NE之后的稳定性能会降低 它对喜欢传统电力和能源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减少 雪上加算的是 新能源业务在短期内还面临着高利率时期 可能会维持更久的压力 市场的短期反应也说明了一切 但好在Next Air Energy仍维持着它们的EPS和股息增长预期 总之高利率时期对传统企业的影响开始显现了 这次也算是给其他资本结构同样依赖于债务的传统行业和公司发出的警告 所以手里如果有这类重资产和重资务的公司小伙伴 一定要控制好仓位 预防他们在未来也学NEP那样 协调股息和业绩指引 当然了利率预期这东西随时都可能会改变 下一次美联储会议可能又会不一样了 这要看宏观经济和通胀接下来将怎样发展 因此NEP目前的业绩指引并非是死刑 它只是公司根据目前的利率预期所做出的新展望 但要注意的是 NEE和NEP这次股价大跌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NEP的指引下调所造成的 意味着目前的估值并没有变得更便宜 股价只是合理地反映了更跌的财务预期而已 因此NEE的股价虽然跌破了60块的支撑区域 但是在估值上其实并没有便宜多少 我们也就需要下调适合继续建仓的点位 所以我个人可能会先等它开始止跌 进入盘整阶段 或者跌到54块钱和50块钱支撑位后 再考虑继续为长期仓位建仓 在54块钱我可能只会加仓一点点 50块钱可能才会开始多加一些 这种我还没有继续建仓NEE 而且目前的股息率已经有3.12%了 如果接下来跌到54块钱的话 那么股息率会相对涨到3.5% 如果更进一步跌到50块钱 那么股息率就会有3.8%了 所以暂时我就先继续拿着我的NEE小底仓 耐心等待更好的价格再建仓 最好还是等NEE的股价走势开始盘整后 再加回稳一些 借费道是有风险的 而且大家在建仓的时候也要慢慢来 因为高利率时期仍然还有继续拉长的风险 好,前往NEE后 我们接下来聊聊Unity 首先,在上周五最新的通告里 Unity在最开头又重新地给大家道歉了 说到,我们正应该早点听取大家的意见 在宣布新的费用政策之前多考虑一下 我们推出这个政策 只是想确保能够继续支撑提供给大家的服务 并继续完善我们的游戏引擎 接着还说到 你们是Unity的魂 我们得更努力地去听 争取赢得你们的信赖 你们提到的问题我们都听到了 之前政策我们正在改 可以说,这开头几句话才像PR该有的样子 公司第一次发的那个通告 是真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既然要让大家交税 就首先得要有好的态度 之后,公司还进行了Q&A问答直播 里面也进一步地道歉和解释 他们对新收费模式的最新更改 而至于更改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以下几点 第一,Unity的个人版本就要将维持免费 使用Unity个人版构建的游戏不会有任何新的安装等额外费用 也就是那些使用个人版的小工作室 是不会受到新收费模式的任何影响 此外,公司还给小开发者增加了两个福利 第一个是把允许使用个人版的收入上限 从10万美元提升到了20万 同时还取消了必须使用Made with Unity 作为开场画面的要求 这两点的改变明显是很讨好小开发者们的 这也是我之前一直期待Unity这次更改会做的事情 因为在网上唠得最凶的 有很多都是这种小开发者 特别是小开发者们做的很多 都是下降量大的小游戏 同时他们对任何影响的粘性都很低 但他们又是影响社群的驱动力 因此给他们福利是最好平息网上的路火 留住他们和维护社群的方法 而目前效果也显然挺不错的 最主要的是 Unity这几个福利所要付出的也不是很多 算是成本最低的弥补和讨好小开发者们的方法之一了 至于第二个改动就是在过去12个月内 收入少于100万美元的游戏 将不需要支付新收费模式里的费用 只有收入超过100万的游戏 才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此外支付额外费用的方式 也不再是之前所说的以安装量来收费 而是改成了给开发者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要么按照游戏营收的2.5%来支付 要么根据每个月游戏互动的新玩家数量 来计算费用 公司最终会根据两个选项里的金额最低的那个 来作为最后开发者要给的额外费用 这意味着额外费用的封顶金额 将会是游戏营收的2.5% 这个改动刚好让Unity直接可以和Unreal的收费模式进行对标 现在开发者们也能够更清楚地看到 Unity比Unreal的5%要便宜很多 这不仅比之前的按量收费更透明和更清晰了 同时最讨喜的是 这两个数字都将由开发者自己自爆 然后Unity会根据其他数据来判断自爆的真实性 而这个改动也正是网上情绪转变的关键之一 因为大家不用再担心 会被第一次通告里的那种模糊不清的安装费给收割 并且开发者自己也拥有了解释权 不过这2.5%的收费比例其实并不低 因为新收费模式最一开始的 以安装量收费的版本 其实也就是1%到3%的样子 只是当时公司没有给大家实际的算出来而已 还有在上周五的直播里 公司也说他们一开始之所以选择以安装量来收费 是因为这个方式所收取的金额 在一般的情况下 其实比现在收取营收的2.5%要更少 但公司忽略了这会带来的其他麻烦 以及大家信不过Unity追踪下载量的方式 因此他们最后才决定改成现在的营收收成模式 总的来说 这次设定营收比例收费的上限 取消了最开始的以安装量收费的模式 和允许大家自爆 都让这个新收费模式看上去更加透明和可信 很多开发者也自然地接受了这个更改 但看到这里 可能小伙伴会觉得 Unity是不是没有足够的溢价能力 或者护城河不够强 才导致需要对新的收费模式做出让步 其实对于这一点 与其说公司的产品没有溢价能力 更多的应该是他们按量收费的这个商业模式 不被客户接受 因为Unity的订阅套餐年费之前就涨过价了 开发者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大家也都照常掏钱 就像微软的Office 365的年费在去年涨价了一样 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这些产品本身有它的竞争优势 并且SaaS订阅模式也是资产认同的收费模式 所以只要在商业模式不变前提下涨价 大多数的客户是能够接受的 但如果有一天 微软学业的第几周钱那样 突然宣布Office 365要开始暗自收费 也就是没打一个字 就收费0.01分钱的话 那么不管微软产品的护城河有多高 它也一定会挨骂的 一样会引起全民共分 因为这种模式有很多漏洞 比如谁来追踪我打过的字数 万一有人用我的账户乱打字怎么办 我又怎么知道微软给我的数据是否可靠 很明显 这种模式有许多难以解决的bug 因此 Unity之前的新收费模式的问题 其实更多是在于按量收费的这个模式 如果在没有明确的性价比的情况下 客户是没法接受的 更何况 公司的公关在一开始还没有做好 在最开始对新模式解释得非常模糊 所以比起产品溢价能力的问题 其实更多是新商业模式 和管理层执行能力差的问题 像是这次大家对Unity把按量收费 改成营收抽成的正面反应 就是最好的证明 至于这次调整的最后一个大改变 就是这个新收费政策 将从2024年的Unity新LTS版本开始执行 意味着之前的游戏和项目都不会被收费 除非开发者把Unity升级到2024年的新版本 这一点对开发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在升级新版本之前 老游戏是不会被收费的 只有升级了这个版本 或者用新版本开发的游戏才会被收费 这一点也让很多开发者感到满意 一方面是由于旧游戏不受影响 另一方面 享用之后更好的新引擎 就需要给更多钱的这个概念 也是符合产理的 因此开发者们之前其实也并不是无理取闹 他们只是想要一个透明和符合产理的方案而已 不过对于股东来说 这个改动可以被视为一个小利空 毕竟开发者不会在明年统一时间 升级他们的引擎版本 所以这个新收费模式对EPS的加成 不会有之前的高了 搞不好要等到2024年年底 或者2025年后 这个新收费模式的功效 才会开始明显地反映在业绩里 这也是股价投利更改后 下跌了一点的原因之一 到此 公关危机可以说度过了 共分也在逐渐平息 这次的更改也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 然而第一次公告所造成的伤害已经产生了 公司的形象和信任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也就是有些开发者不再信任公司 担心有一天公司又会突然改变收费模式 于是有些开发者最终还是决定一去不回 当然了 这些离开的里面大部分都是小工作室 但同时也有人认为 这次更改后的收费模式很合理 并且他们觉得ElonD肯让步 很愿意听取社区的意见 是值得再多给一次机会的 毕竟任何企业上市后都会追求利润 总之 这次的模式调整只能算是补救和止损 不过ElonD的产品和生态的竞争力 这更改过后的收费模式 想要留住大部分的客户 尤其是大客户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 2.5%的收费比例 还是比Unreal的5%要便宜很多的 而且大客户想要迁移 是非常困难和高成本的事情 但是在这次方案调整后 新方案对短期EPS的助力降低了 和生效的时间也推迟了不少 可以说 这次管理层的执行力是真的不行 特别是他们在日行干了这么久 应该要比我们更懂客户才对 因此这次公关危机 确实减少了我对管理层的信心和conviction 目前高管执行力可以说是EPS最大的缺点之一 但对于短期来说 还有一点更需要注意的 那就是之前抵制活动对广告业务所造成的损失 将会成为第三季度的业绩 可能会低于预期的风险 因此在下一份财报来临之前 我暂时先不打算加仓了 甚至如果在财报前股价上涨了很多 我可能还会减一点仓来避险 最后对于长期基本面来说 唯一只是看好EPS在工业 数字囊生和MR领域的布局和发展 因为比起游戏行业 这些才是引擎公司未来真正的增长点 尤其是他们有社群推动的优势 而且来自于工业的收入 已经占了创造部门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了 这个比例在未来只会越来越高 然而管理层真的有点让人抓狂 现在情况就是公司的布局和产品是好的 手上有一手好牌 但是领导力却不行 他们不像因为打友黄仁勋 或者特斯拉有马斯克这样的创始人来带领公司 总之经过这次的Drama 我目前有点打算把云内底的目标仓位暂时下调一点 因为如果管理层和CEO不换掉的话 那么下一次不知道又会不会搞出什么样的骚操作 股价真的经不起折腾了 因此就算我看好云内底的发展和布局 我现在还是先打算在短期内更严格的控制云内底的仓位 如果以后CEO或者高管换人了 我会再重新考量下计划 啊对了 说到投资呢 有家券商叫做IBKR 目前现金在这家券商里可以赚取4.83%的高利息 同时你还可以在上面交易零碎股 也就是一只股票可以买零点几股 而且也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在IBKR上开户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 或者评论区的链接开户哦 如果大家想支持一下老汤 想帮我增加一点浏览量的话 也可以点击一下这个IBKR的开户链接 只要简单的点击一下就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关于股票知识呢 我们现在有会员福利 每个月只需要2块9毛9就能够解锁5个会员大福利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福利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击视频底下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按钮 如果你是用手机在观看的话呢 那么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里的会员加入链接 或者在电脑上点击这链接呢 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在群里见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一期视频的朋友们呢 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哦 如果不小心点到这个小铃铛呢 那就更棒了 这样下一次有新视频呢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感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